現在介紹演奏Swing的時候比較進階的Hi-Hat踩踏方式 通常大家會用腳跟往下在第一拍跟第三拍 腳上踩下去在二四拍 這是因為二四拍習慣有踩踏Hi-Hat的聲音 但左腳這個踩踏習慣會讓第一拍跟第三拍的Hi-Hat打開 二四拍則是踩緊的 這會使得第二拍跟第四拍的這兩下Hi-Hat聽起來都是踩緊的聲音 但是這樣的節奏聽起來比較僵硬不夠搖擺 現在以聲音為出發點來思考怎麼樣演奏 如果第二拍跟第四拍的後半拍 這兩個Hi-Hat的聲音都是放開的情況下 會得到比較多的延長音 這樣的節奏聽起來更有搖擺的感覺 但為了做到這樣的聲音 左腳在踩Hi-Hat的時候 就不能夠依照前面說的那種慣性來踩踏 在第二拍的後半跟第四拍的後半之前 要適時的放鬆Hi-Hat才能夠得到有嚴音的後半拍 我可以看到了一拍的後半拍的後半拍 可以去搖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